凡普归真 第四章 超越人格 三位一体教义出街 固执的玩具兵 上帝的儿子成为人 为的是人能成为上帝的儿子 我们不知道 至少我不知道 人类若没有背叛上帝 加入敌人的阵营 情形会是如何 或许人从出生那一刻起 就在基督里 分享上帝的儿子的生命 或许Bios 即自然的生命 会顺理成章地被提升到Zoe 即非造的生命之中 这只是猜想而已 你我关心的是人类现在的情形 现在的情形是 这两种生命非但不同 实际上还互相对立 我们每个人的自然的生命 都以自我为中心 都希望受到别人的赞扬和仰慕 希望为一己之变 利用其他的生命和整个宇宙 尤其希望能自行其道 远离一切比他更好 更强 更高 使他自残行贿的东西 自然的生命 害怕灵性世界的光和空气 就像从小邋遢的人 害怕洗澡一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很对 他知道 一旦灵性的生命抓住他 他一切的自我中心和自我意志 就会被消灭 所以 他准备赋予顽抗 免遭厄运 你小时候有没有想过 你的玩具 若能够变活 该多有意思 假定你真的能够让玩具变活 想象你将一个小西兵 变成真正的小人 与此同时 他的西身变成肉身 假定小西兵不喜欢这样 他对肉身不感兴趣 他看到的只是西被破坏 他认为你是在毁灭他的性命 他会拼命阻止你 如果可能 绝不愿意你将他变成人 你对那个小西兵做了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 上帝对我们做的事 上帝的第二位格 甚至 亲自变成了人 作为一个真正的人 降生来到世间 有具体的身高 长着具体颜色的头发 说一门具体的语言 体重若干公斤 无所不知 创造了整个宇宙的永恒的存在 不但变成了人 在那之前 在那之前还变成了一个婴孩 再往前 还在一个女人的腹中 变成了胎儿 如果你想知道其中的滋味 想象自己变成一只阔鱼或螃蟹时 会怎样 结果是 你们有了一个人 这个人真正具备了所有人都应当具备的模样 在他身上 自母亲而来的被造的生命 允许自己完全彻底的被转变为瘦身的生命 他里面的那个自然的人 整个被带入圣子之中 于是 顷刻间 可以说人类就达到 进入了基督的生命之中 因为对人来说 所有的困难就在于 自然的生命 必须在某种意义上被消灭 所以 他选择了一个尘世的生涯 这个生涯包括 处处消灭他身上人的欲望 遭受贫穷 家人的误解 亲密的朋友的出卖 毅力的嘲笑与虐待 酷刑和杀害 在这样被杀之后 他里面的人 因为与圣子合一复活了 复活的不仅仅是上帝 基督作为人也复活了 这是全部的关键所在 第一次 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人 一个西兵 像其他的西兵一样 是珍稀制的 完完全全地活了过来 光彩夺目 以玩具兵为例 在此有一点不妥 真正的玩具或塑像 有了生命之后 显然不会对他的同伴们 产生影响 他们都是各自独立的 但是人类不同 看到人各自独立的行动 我们便以为人是独立的 但是 人生来只看得见现在 倘若我们能看见过去 情况自然就显得不同 因为每个人都曾经是 他母亲身体的一部分 再往前是他父亲身体的一部分 而父母亲曾经是 祖父母身体的一部分 你若像上帝一样 看到人类在时间上的延伸 人就不像众多独立的个体 四处分散 而是像一个不断成长的东西 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每个个体看上去都与其他的个体相连 不仅如此 个体实际上也同样与上帝相连 全世界每一位男女 儿童 此刻都有感觉 有呼吸 乃是因为上帝 在让他的生命继续 所以基督将士为人 与你变成玩具兵并不完全相同 此时 一个一直在影响人类的东西 开始在一个点上 以一种新的方式影响整个人类 这一影响 从那个点出发 一直渗透 扩展到全人类 改变了生活在基督之后的人 也改变了生活在他之前的人 以及那些从未听说过他的人 这就如同在一杯水中 加入一滴新的东西 他会给整杯水带来了新的味道或颜色 当然 我举的这些例子并不完全恰当 上帝终归是他自己 而非任何人 他所行的也非同一切 你也几乎不能期望 他的作为与他物有何相似之处 上帝让全人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因为他的工作 人类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子 从一个被造物变成受生物 从短暂的生物性的生命 过渡到永恒的灵性的生命 原则上说 人类已经得救 我们每个人必须去分享这份救恩 但是 真正兼具的工作 我们自己无法完成的工作 上帝已经替我们做了 我们不必自己去攀登 进入灵性的生命 这个生命已经降临到人类当中 只要我们愿意 想充满这个生命的那一位人 敞开自己 他就会在我们心中 为我们做工 记住我前面说的好的感染 我们人类当中 有一个人拥有了这种新的生命 靠近他 我们就可以从他获得这种生命 当然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这一点 你可以说 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 可以说 因为基督替我们承担过犯 所以父赦免了我们 可以说 羔羊的宝血洗净了我们 可以说 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 这样说都是对的 如果有哪种说法你不喜欢 不必在意 选择你喜欢的说法 但是 无论你选择哪种 都不要因为其他人采取了与你不同的说法 而与之争吵 黑了 我们营卫 上去年轻的收入 我们地摇取了 你带来 veces 静而子 我们地摇取了 我们地摇取了 我们地摇取的